日前台南知名小吃阿唐贤舟遭人检举漏开发票引发民众关注 而最近有民众发现另外一间排队美食名店阿明朱新 竟然有两名国税局人员在营业时间站岗查税 也让民众感叹税务人员真的很辛苦 穿着便服不买吃的也不讲话就这样像士兵站岗站在店门口 客人越看越奇怪上前好奇一问 竟然是国税局查税人员 原来日前台南阿唐贤舟遭人检举漏开发票引人关注 这回国税局定上排队名店阿明朱新 看到人员站岗有的店家坦言觉得很有压力 事实上台南不少名店都没开发票 客水问题伤透脑筋 才会使用助针来计算营业额 我们会派同仁两个人一组透过平常跟假日 当然我们先发文我们要去做助针 然后派同仁到那边去看他当天的一个营业的情形 镇的地点也是学问 不能太远否则看不清楚营业状况 不能太近担心影响店家生意 初步我们应该会是针对毕比登的这些民店 来作为一个优先调查 为求公平不会事先告知助针日期 不过为了查税人员站岗订店家民众看了直呼实在很辛苦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